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开箱一款 恒香老饼加的蛋卷 早前就看到有一个优惠 手造鸡蛋卷150元两罐 我就买了两罐 如果大家坐过了都不要紧 遲些公展会 冬日美食节一定有得便宜 手造鸡蛋卷400克 打开看看 有一包干草剂 一张比较厚的牛油纸 然后就看到蛋卷 就是正常长条型的蛋卷 一层有七条 有三层 总共21条 打开后 已经闻到很香的蕴蕴蕴 蛋卷的颜色 就是淡黄色 表面会看到很多洞 明显就是蜂巢蛋卷 就是蜂巢蛋卷 然后再看看蛋卷的厚度 都是属于正常厚度 然后我们切开看看里面 蛋卷里面的颜色 跟外面都是一样 都是淡黄色的 现在你可以闻到蛋卷 它th 蛋卷就有香少的蕴蚂蕴蕴蜈 鸡蛋味比较淡 似的芸蕴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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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有做等期的 container 是完全喂 veel 鸡蛋味比较淡 twist 發現都是一樣的 完全不脆 所以應該本來就是這樣 蛋卷吃下去的韻尼腩味蠻重的 雞蛋味不太吃得出 這個韻尼腩味 就蓋了那個雞蛋味 接著我們看看營養資料 首先蛋卷是香港人手製造的 每100克大約5條蛋卷 有567卡OL 再看看糖分 每100克就有26.9克 相比其他蛋卷 糖分是低少少的 再看看成份 有雞蛋 小麥粉 砂糖 豬油 人造牛油 雲呢腩粉等等 這款蛋卷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夠脆 第二個缺點就是雲呢腩味太重 雞蛋味都蓋了 如果你說這款是雲呢腩蛋卷 就沒問題了 如果你是喜歡吃雲呢腩蛋卷的朋友 就可以過來試試 今天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我 留言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 這樣就不會錯失我最新的影片 按旁邊的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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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旁邊的鈴